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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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起码八九点就得开了吧 我给他打电话上午重来不接 不是 你得看他开的是什么店 外卖店 那是因为他总是来找我玩嘛 天晚上找我来玩就出去上网 然后又要吃夜宵 然后结果晚上回去晚了 第二天呢怎么起来 那我找你一个月就能找你一两次两三次 那剩下的二十多天 你天天晚上在那儿玩 我没有意思玩好不好 我刚玩的时候你看到了吗 我没看到啊 我只看到了你在那儿玩 是 是 是 反正我在玩 我工作的时候都看不到 对 说你们还有视频资料是吧 我们看看资料好不好 来来来 这是啥 这个是当时有一次 那个他打游戏 跟我朋友 然后来我家 中午了该吃饭了 我给他俩做饭 然后我喊他 他就过 他就不出来 就在那儿打 我朋友就是把手机放下 就来那个餐厅等我们俩的嘛 然后他就在那儿就玩玩 我整个喊他都不出来 然后最后他还动手推着我 我没看清楚这视频表达的是这个 不是 然后就这个事情的原因嘛 然后当时呢 我就生气 他就没哄我 然后最后我朋友 给他剪了这个头发 然后剪完了之后就好了 当时我说了 我说这个朋友跟我妈挺好的 我说你就先吃呗 就吃完就是先吃 我跟朋友东西挺好 就先吃就完了呗 为什么刚才一块吃了没有 我正好也在玩这游戏呢 我说玩完我就过去吃了 你说最得过来就抢我手机 就不要玩了 那我玩了团战游戏啊 那我不能扔下游戏 你不管我最有了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二十多岁的孩子谈恋爱 游戏老成了第三者啊 老被游戏打得不可开枪 年轻人肯定爱玩游戏嘛 再说我玩手机游戏嘛 咋了呢 手机游戏不是很难堂吗 正常啥一天的时间都玩了 你一天玩几个小时游戏 你一天玩几个小时游戏 四个小时啊 你说 几个小时 六个 几个小时 十二个 几个小时 十二 对啊 您还睡觉吗 您还做买卖吗 不是 我不是天天这样啊 现在我听明白了 所谓的双重标准是 女生不希望她长时间打游戏 是这意思吧 她只看到我玩游戏的时候 那我认真工作 她也没看到我 是 一天十二十四个小时 您睡八个小时 打十二个小时游戏 认真工作啥时候 我也不知道 游戏没有人反对打 但是你不能把生活 变成了游戏 咱们不是说要绝对的 不做一件事情太极端 您注意一个时间的调配 听说你们俩还打架是吧 嗯 谁打谁 都打 因为我 我互啊 对 为啥事 也是算是因为游戏嘛 她不要玩 那我不玩 她就可以玩 干直播这一类的 跟别人直播 跟别人小男生聊天 直播什么 她家人微信 我没家呀 你不有那个举动了没有 你个想法 然后她就要跟我分手 我去哄她 哄她还不行 她就又在那打游戏 然后我不让她玩 随手就打我脑袋一个包 我可没随手打 你过来牵我键盘跟鼠标好不好 那我当时我那天 我说你先别扰我 咱俩都冷静了对不对 那我要冷静 上来就牵我键盘跟键盘 让我玩不好 那妮可倒好回手给我脖子 拿我三条鞋 现在还有八案的人 主持人你要看一下吗 看她干啥呀 我就是证据嘛 她 不是你留这证据是为了啥 她就是说我跟她动手嘛 我根本没有跟她动手 你这证据只能证明 她跟你动了手 无法证明你没跟她动手 对吧 这逻辑是对的吧 对 她打我的包就消了 我这没法留证据 我不准 我能天天去捶她 就一直留这个包吧 你们俩天天就为这点破事 吵来吵去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大事 说了您大事 没有特别大的事 都是小事 就因为这些琐碎的小事 我都觉得已经忍受不了了